各位,剛剛你執行完之後 你自己 比對一下 因為我這邊有幫 大家寫了 1234567,你可以看一下這邊的 輸出 的控制 到底在做什麼用 比如說 第二個 你會發現他前面 總共輸出 五位數的整數 這邊如果 你加一個負呢 他變成 變成靠左對齊喔 有五位但是他是靠左對齊喔 給我們發現2跟3有什麼不太一樣 第二次靠右對齊 第三次靠左對齊 第四我是element 看一下 看一下第2個元素 負 好那 如果你要 那 前面如果沒有位數的話強迫他補0 就打05 各位可以看到是不是 他不足的地方全部都會幫你補0 這個東西 也許你會遇得到喔 好為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 在微軟的系統 照理來說你希望你開的檔案名稱比如說是 123456789一直排到100 你會發現你會發現的他排的順序不會是這樣排對不對 對不對 有沒有同學有這樣的經驗 好看應該怎麼講 好 好我這裡先跳過好了 也許我們這門課齁有 期末考之前有一週或是兩週 我去年有教另外一套程式語言叫做Pearl 今年 也許 我看 同學好像修課修得還不錯 比去年的情況 好蠻多的 也許我們把內容上完之後 會教 一節課到兩節課的Pearl 到時候你就知道為什麼有些 輸出的數字前面要把它給補0 好這裡我先跳過各位有印象就好 好再來第第六個 你如果想要輸出的 數字 要 加正負號的話 你前面就加一個加 好這沒有任何的學問在裡面 你要輸出什麼樣的格式你就自己去 控制這個person d 好那我這邊也幫各位應該有收集了兩個 pdf的檔案 你自己去看了 看有一天 你要輸出特殊的格式你就自己來這邊找一下啦 這個我也不講 好這邊是一個論文好他告訴你 這個person 後面要怎麼去控制 你想要輸出的格式 這個非常非常多如果要講的話可能要講非常久 但是 如果 你沒有習慣用到某一種輸出 那個特殊的輸出格式的話 這邊講也 也 沒有什麼意思喔 好接下來 浮點數 好也請各位把這個浮點數的給打開 好那各位自己執行一下就知道他在幹什麼 這個沒有什麼太大的學問在裡面喔 好 好來各位是不是跟剛剛差不多 只不過多了一個比如說5.2 你會發現喔 他總共輸出5位 小數點後面有輸出2位 3.12 他會幫你把 多餘的數值了給截斷了 加負號是靠左對齊 有些檔案的格式希望你靠左對齊喔 我也遇過 好 好比如說第4 小數點後面輸出1位 截斷 你這邊就變成點1啦 好第5 05f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等一下 05f 後面補了 4個0 OK 各位自己去查一下他的原理 我這邊突然忘記 這個輸出的格式太多了 你自己去看一下你需要的 加正 他前面就補正負號 好第7個就是輸出你所有的 這個 後面的數字啦 好同樣的 全部罵格起來 好自串這邊好稍微 有一點點 來你自己坎派了 我再跟你講 這些可以做嗎 好嗎 我先來這裡 一旁的 有一點點 我先來主題 我先來主題 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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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在甚麼 好,來,各位,西語言裡面沒有一個資料的變數叫做自串喔 但是他可以用一個自圓的矩陣來儲存一個自串 好,那你看到有點的有沒有覺得很疑惑 比如說剛剛這個伏點數有一個點2 他是在控制小數點後面要輸出幾位嘛對不對 那如果是一個自串,有一個點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個自串是一個自圓矩陣 這個自圓的資料型態每一個只能記住一個字母 但是你把它當作矩陣來用的話 他每一個element可以儲存一個字母 好,自串這邊的小數點前面代表最小要輸出幾位的字元 小數點的右邊代表最大可以輸出幾個字元 這邊各位可以看到是不是輸出三個字元 ABC 上面這邊有一個star你覺得很疑惑 這邊star的意思叫做 你這邊的數值可以另外寫在由後面這邊來控制 所以他也可以輸出最少零個字元 最多可以輸出三個字元 所以35跟36它的程式碼作用的意義呢是一樣的 好,這邊沒有什麼太大的決問喔 它的固定要怎麼輸出就是怎麼輸出 各位如果用到不一樣的自己再去查就可以了 好,接下來我們要講數學運算啦 加減除,然後這邊是取餘數 這個加減跟減減齁 這個等一下各位看到範例就可以了 好,來,我們把它給打開啦 好,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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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來各位這邊也很重要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這邊又外掛了一個.h檔 標頭檔 因為之後用到的數學方程式 比如說sin 這個rcos cos的反函數 或是xpotential 都在這個數學資料庫裡面 來同學們編譯一下 前面的程式碼各位自己打 現在不用自己打了 因為各位基本的已經會了 來編譯一下 可不可以編譯的過 如果你不是用遠端那台Linux的機器 你用Windows的GCC有沒有辦法編譯的過 有沒有人用Windows的GCC的版本 Windows應該可以編譯的過 那在Linux的系統呢 你必須要把數學程式庫包含進來 各位這邊叫做一個 L叫做Library N代表Mass Mass 你必須要把你剛剛程式碼 那個Mass.h 藉由後面的這個連接 在Link的時候 把數學資料庫裡面 所包含的這個動態資料庫呢 給連接到你的執行檔裡面 Windows的系統 他幫你這個路徑都設定好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 來大家看拍的過了嗎 加了一個 告訴你的編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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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h檔包含的數學資料庫 要在哪裡找 要在哪裡連接 Windows的系統 他的路徑全部都幫你設定好了 你不用加那個東西 好來各位執行一下 好是不是都把這些數值給輸出了 好是不是都把這些數值給輸出了 來有沒有問題 那你要赤方的話 這邊有一個power 9的2分之1之方 其實就是9開根號 那這邊sqrt呢 也是開根號 square root 你就是把9開根號變成3 然後這邊 5除上除以3 餘數是2 那你自己看一下print function print出來的 是不是 你 看一下上面ABCD 是不是這樣的值 這邊齁 來各位看一下我輸出想要輸出浮點數 但是這個變數呢 是整數 這邊可以 把你的整數 轉成浮點數 來輸出 前面加一個 FLOAT float 好 大家都很想睡覺 那我們就 來練習一題啦 好回到剛剛 下面這個 看一下 好這個 請各位 把這邊copy 起來 copy 起來 然後呢 新開一個檔案 存起來 記住存到你的 source code裡面喔 然後input 好存在 存在 來請各位 把這個檔案 讀進來 把成績 開根號 乘上值 寫一個 調整後的檔案 調整後的檔案 叫做 output.txt 請各位 在課堂上練習一下吧 開根號 我們剛剛有教過了 你必須要掛載一個 max.h 你才有 sqrt這個 function 可以去運作 明明 直 Per 同學,你不要先開程式碼,你自己先想一下 想一想,我們課堂上教過的你要用哪些指令 才能夠把它給寫出來 好,你如果覺得它太難的話,第一步,你先想想看 怎麼利用回圈 把你的這個成績呢,一個一個讀進來 第一個是Handle,對不對 所謂Handle,就是說 每一個資料的這個column呢,代表什麼物理意義 Handle,我們通常都會把它怎樣 跳過去 那各位,你在 Scan F的時候 怎麼樣跳過一行 會不會寫 不會寫,去查你的程式碼 很多程式碼,我通常很簡單,我也不會去記它 我要用的時候再把它叫出來就好 你把第一行跳過去之後 回圈是不是可以讓你讀下面這個 你回圈要做幾次 四次 就可以把它給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 第二個變數,是不是要 開根號 再把它乘上十 處理完之後 馬上把它用F,printf,寫到另外一個output.txt 有沒有夠簡單 我跟你講真的很簡單 來,各位試一下 你先不要把它想得這麼難 第一個讀檔案要怎麼讀 你先把它讀進來 上個禮拜的homework 大部分,大概90%的同學都有做出來